从传播的特点上来看 病人早期体温不高或正常 轻症病例较多 存在隐性感染者 病毒的传染性有增强趋势 行走的传染源 大大增加了防护的难度 从观察情况看 潜伏期大约在10天左右 最短的潜伏期有一天发病 最长的潜伏期是14天 潜伏期具有传染性 这同SARS有很大的不同 从现在来看 疫情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 有一些病例的增长 这点也是一个可能出现的现象 随着武汉地区采取人员管控的措施 比如全国各地 提出了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级响应 这样做出了这样的举措以后 防控工作的力度会进一步加强 我想应该在一段时间内 防控的措施陆续产生作用 发挥效果 议程的流行强度将会下降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大家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